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从第一张专辑我就就是她的小粉丝 然后这一次就是要她来 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们两个的声音如果碰在一起 应该会有蛮妙的一些化学效应 刚刚就是有一点在示爱的意思吗 嗯 对她吗 我对你啦 我对你 没有 我是太崇拜了 因为真的从第一张到现在然后都有在听 彩排现场阿姨良给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周杰伦处女专辑中的印第安的老班丘 被她冠以新鲜的味道 刚刚还对小宇大献殷勤的她画风一转表示 其实我也是那个听着觉得歌长大的小孩 然后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完全没有被打到的歌 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 我觉得这首歌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然后就算是像周董志毅 然后也想测试一下一些新的音乐玩法这样 对 回想起当晚自己的表现 她却用白痴来形容自己 因此借着小宇当天送上的满蛋全席 爱一两眼希望可以早日登上小巨蛋的舞台 举行个人的show time